你好,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安古鲁·萨克逊人简史》 这本书讲的是,英国这个国家最初是怎么来的 这段历史就像是英国版的夏商周,也就是英国的幼年期 不过,英国的这段历史可要比中国的夏商周晚很多 大致对应我们中国的东晋末期到北宋中期这六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也就是说,根据一个人幼年时期的各种表现 就能大致判断他长大之后的个性特征和未来的出路 所以,了解英国的幼年期 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英国的文化以及它后来的历史 比如,英语是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 近几年呢,像大妈、加油、关系这些词都被收入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连好久不见,也就是long time no see 还有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这样的忠实表达,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英语表达 有人说,这是因为英语有殖民的历史 所以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程度很高 但是,法国、西班牙也有悠久的殖民历史 这些语言的常用词汇数却远远的小于英语 显然,英语词汇那么丰富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还有,在英国的历史上 国王的权力一直都很有限 大贵族常常会对王权提出挑战 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回到英国的幼年期来寻找答案 这本《安格鲁·萨克逊人简史》 就是介绍这段历史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详实可信 我们知道,要想做好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定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 而这本书的作者亨利·埃塔利泽 就是一位兼具考古学历史学综合素养的学者 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工作 主要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还有宗教史 后来呢,他成为了专职的历史作家 写出了《安格鲁·萨克逊人简史》 等优秀的长销书 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上面提出的问题 从两个维度来回顾英国诞生的过程 并进一步探索英国古代历史的两个特征 首先,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谈谈 英语的多元特征是怎么来的 还有啊,为什么英国地方贵族的权力一直都非常大 然后呢,我们在此基础上 再从文化角度来谈谈 英格兰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好,第一部分 英语的多元特征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为什么英国均主的权力一直都是有限的 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需要追溯一下英格兰早期的历史 英国的历史很有特色 有的学者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汉堡包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汉堡包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层一层落起来的 一口咬下去 你既能尝到表层的面包片 也会尝到中间夹的肉饼、蔬菜 还有散落其中的酱料 它们是不同的食材 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汉堡包这个整体 而英国的历史文化最大的特征恰恰就是这样 在今天英国的土地上 最早生活的人是布里吞人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不列颠人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末期 这群不列颠人呢 陆陆续续地登上了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岛屿 后来啊 这个岛就被称作是不列颠岛 它们带来的文明呢 就成为不列颠文明系统当中最下面的那一层 现在的英国是由很多块领土构成的 我们呢 现在就只聚焦在最大的那块土地 也就是不列颠岛 不列颠岛的面积并不大 只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 比我国的湖南还要小一点 但是岛上却分化出了许多的部落 我们知道 文明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治做保证 否则啊 就会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消失 也就是说啊 不列颠文明要想存续 就需要一个力量 把各个部落整合起来 共同对外 但是在岛上 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部落 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几百年下来 不列颠岛仍然维持着分裂的局面 就像一幅马赛克拼图 那这个岛是什么时候走向统一的呢 这项统一工作 看来还得借助外力来完成 不列颠人在岛上生活五百年后呢 一群强大的助青者跨海而来 这就是罗马人 这时罗马的国力正如日中天 罗马人四处开疆拖土 大概在我国的东汉初年 不列颠岛已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叫做不列颠尼亚 罗马人很能打 但是架不住不列颠岛上部落太多 最终啊 罗马人只是占领了不列颠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并没有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不列颠岛 罗马人的到来会给不列颠文明带来什么变化呢 罗马人不仅把占领区变成了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还把先进的罗马文化带到这块偏远的蛮荒之地 这时英国文明这个汉堡包又被加上了新的一层 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到罗马带给英国的影响 最直接的呢 就是英语 现在英语使用的字母 就是拉丁字母 不过啊 罗马人带给英国更深刻的影响 就是把不列颠岛一切两半 岛的中部和南部在形式上被统一起来 这个工作可是不列颠人几百年来都没有做到的 具体来说 在罗马的统治过程中 不列颠岛逐渐发展为两个部分 被罗马人占领过统治过的中部和南部 就发展为英格兰 而没有被罗马人征服的北方山区呢 后来就发展为苏格兰 为了守卫已经拿下的不列颠岛的中部和南部 罗马人就修筑了两座长城 用来防御岛上的北方居民 如果你去英国旅游的话呢 现在还能看到长城的遗迹 虽然英格兰和苏格兰相邻 双方常有战争冲突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交流 但从罗马征服这时起呢 就在一点一点的分道扬镳 比如苏格兰山区的语言是苏格兰盖尔语 你不用关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你只需要知道 它和岛上的早期语言更接近就可以了 而英格兰接下来呢还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文明洗礼 语言也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 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 苏格兰的地形以山地为主 而英格兰呢以平原为主 外地到来 英格兰就更容易受到侵略 本土人呢就会躲去北方山区避难 久而久之啊 苏格兰保留的古代文化特征就更多一些 而英格兰呢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汉堡包的样子 以语言为代表 长期的历史发展呢 就会使不列颠倒南北的文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隔阂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苏格兰独立的声音 其实是有很深历史原因的 在接下来的叙述呢 我们就进一步聚焦在不列颠岛的中部和南部 也就是英格兰地区 前面提到英格兰地区由于罗马人的占领 在形式上被统一起来了 那什么是形式上的统一呢 罗马人占领英格兰后 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守军 而且留下的这些守军 也主要是守在长城沿线 防止北方人南下 那罗马人怎么统治英格兰呢 罗马人主要采用的方式呢 是本土藩王统治 也就是通过当地的部落手里 来管理各自的土地和人民 这些本土藩王只需要承认罗马人的从属地位 但是实际上的统治权呢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 英格兰仍然是一盘散沙 本质上并没有融为议题 显然 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多长时间 大概在三百多年后 罗马帝国就逐渐衰落了 帝国中心呢 就遭到北方蛮族的冲击 罗马守军纷纷从布列颠岛撤离 或者是营救首都 或者是趁火打劫 不管怎么样 到五世纪初 也就是我国南北朝的时候 英国作为罗马帝国形成的历史就结束了 罗马人留在布列颠 还能帮着英格兰防着北方人 岛上呢 不至于乱了套 但是现在罗马人离开了 北方人立刻南下侵略 布列颠岛先是向罗马中央呼救 但是罗马自顾不暇 布列颠人只好找邻居来帮忙 结果 这些邻居发现 布列颠资源富饶 但是那儿的人却懒散松懈 于是拉帮几派一伙一伙都赶过来 最主要的呢 就是安格鲁人和萨克逊人 其中安格鲁人占据了英格兰的北部 而萨克逊人占据了英格兰的南部 布列颠人只好退守到北部和西部的山区 也就是今天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 自此啊 英格兰文明迎来了第三层叠价 这就是安格鲁萨克逊文明 我们沿用至今的英格兰这个词 就源于安格鲁人的名字 它的意思是安格鲁人的土地 你听英格兰和安格鲁这两个单词的读音 是不是非常像 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 安格鲁人对于英格兰文明的影响呢 可见一斑 那这批新的入侵者 会给英格兰带来什么改变呢 安格鲁人和萨克逊人 带给英格兰最重要的礼物 就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你或许会问 建立许多小王国 对于统一英格兰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个时候 王权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 国王代表着专制独裁 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但是相比较于当时的部落首领制度 君主制 显然是一种更先进的制度 它可以更高效地动员社会资源 在一定区域内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这自然有助于社会的整合 虽然安格鲁人 萨克逊人建立的王国不止一个 但是相当于把一些更小的部落 进行了提前的收编 然后组合成更大的模块 这些模块 在进行新一轮的博弈 冲击英格兰的权力巅峰 所以啊 直到现在 英格兰统一的这个话题 才算正式谈起 英格兰的历史 严格上讲呢 就是从安格鲁萨克逊时期 才正式开始的 这段历史呢 可以类比我国的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啊 中原大地的诸侯国有很多 除了春秋五霸 还有很多你说不上名字的割据势力 但在战国的时候 主要的角逐力量 就变成更强大的战国七雄了 大概是相当于我国的唐朝初年 英格兰的土地上也出现了七雄并立的局面 七个王国 此消彼长 互相决利 这就是著名的英格兰七国时代 美具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七国格局 就取材于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啊 非常精彩 对比情况相似的战国七雄来看呢 会更有意思 战国初年 魏国通过变法最先崛起 不过魏国的地缘环境呢 并不好 东西南北分别有 齐国秦国 韩国和赵国环绕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战之地 所以 魏国始终得花很大的精力 防卫国土边境 强大没过多久 就衰落了 在英格兰的七国当中 位于中间的是 麦西亚王国 麦西亚一度要吞并整个英格兰 不过 由于四面环绕着各个强权 有时候呢 还有岛外势力的干涉 麦西亚最终衰落了 那最后 是哪个国家完成统一工作的呢 战国末期 统一工作 是由位于西边的秦国完成的 而在英格兰 这个工作 同样也是由 处在西边的韦塞克斯王国完成的 当然 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 历史发展水平 英国的七国争霸 和中国的战国七雄的可比性并不大 但单从地缘上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 边缘区域 在争霸战争当中 会具有相对优势 那就是不太容易陷入到多线作战的境地 国力弱的时候 可以偏安易于积蓄力量 国力强的时候呢 就可以卯足了将 专心制止朝一个方向打 那提到战国 你回去会说 战国时期的力量博弈 其实不止七国 还有北方的多个游牧民族 对于英格兰呢 同样如此 而英格兰遭受的外部干扰 就是维京人 你可能对维京人有所了解 维京人是一群北欧的商人和海盗 他们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 长期影响着欧洲的历史 特别是英格兰的历史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个道理 当一个地区小国伶俐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遭到更强大的外来文明的冲击 由于不列颠岛距离 维京人很近 而且长期处于小国割据的状态 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所以 每次维京人的到来 都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麻烦 后来 维京人甚至在英格兰的东部 直接占领了面积近一半的土地 位于不列颠岛西南角的韦塞克斯呢 受到的冲击比较小 借着这个机会 韦塞克斯王国就不断地吞并周边的土地 即使一些土地没法直接吞并 韦塞克斯王国也会成为这些王国的宗主国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韦塞克斯国王与维京人展开了大战 最终呢 双方画地而至 在不列颠岛上 大致画出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的线 东北一侧呢 属于维京人 而西南一侧属于韦塞克斯王国 但韦塞克斯王国显然不满足于这些 他还在不断地聚集力量 到十世纪 韦塞克斯王国首先灭掉了六国 然后逐渐夺回被韦塞克斯人占领的土地 韦塞克斯国王成为了英格兰人的国王 不过啊 韦塞克斯王国 对外来力量 英格兰国王并不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进行自我防御 十一世纪初 英格兰再次落入了维京人之手 维京人对于英格兰大片土地的长期占领 就是维京文化融入到了英格兰文化当中 汉堡包又跌了一层 需要请你注意 维京人对于英格兰来说呢 可不像当初的罗马人晃晃就走了 由于维京人是一个海上商业民族 所以他们四处开花 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深耕发芽 融入到当地当中 到后来 维京人的部分文化 已经成为英格兰文化的一部分 举个例子 今天英语中的星期的名称 就来源于维京神话 比如周四 Thursday的说法 就来源于维京神话当中的雷神索尔 周三 Wednesday的说法呢 来源于战神沃登 不过 除了这些具体的文化印记以外 维京人对英格兰 还有一次极其深刻的影响 那就是1066年的诺曼政府 十世纪的时候 维京人的一支 进入到了今天的法国北部 法国本土人呢 把这群人叫做诺曼人 意思就是北方人 这群人在法国北部定居 充分的沾染了法国的文化 一个多世纪后 他们跨过英吉利海峡 入侵英格兰 颠覆了韦塞克斯王朝 建立了诺曼王朝 开启了法国对英格兰 长达数百年的深刻影响 关于这段历史 欢迎你去听另一本听书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 回过头来看 这一部分最初提到的两个问题 就可以回答了 英语的丰富性 源自于英国的多元文化 而英国文化呢 就像是一个汉堡包 最底层是不列颠人的文化 其次是罗马文化 第三层是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文化 最表层呢 是维京人 以及后来的诺曼人带来的文化 安格鲁萨克逊人建立的小王国 互相争霸 其中的韦塞克斯脱颖而出 率先完成了英格兰版图的统一 但并没有建立对地方的有效管理 所以说统治并不稳固 请你想象一下 一层一层的文明叠加起来 并不能形成一个整体 英格兰的最终形成的 还需要一个黏合计 那这个黏合计是什么呢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英格兰形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力量 基督教 基督教发挥的第一个作用 是促进了英格兰文化的统一 英格兰的古代史 其实就是一个基督教不断传入 并且本土化的历史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通过基督教传入英格兰的故事来了解一下 早在罗马人统治不列颠的时候 基督教就传入了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这是罗马人的宗教 不过呢 对于本土的不列颠人来说 基督教分明就是个外来宗教 所以啊 本土人并不接受 随着罗马人撤出不列颠岛 基督教的影响就下降了 特别是安格鲁人 萨克逊人趁虚而入 他们就把自己的原始多神宗教带到了不列颠 由于征战不断 大家都愿意去信奉雷神索尔 战神沃登之类的 觉得他们能给作战带来好运气 不过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呢 英格兰很多有雄心有远见的国王就认识到了 原始的多神宗教 大多都是部落的保护神 你信雷神 我信战神 要想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还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思想体系 目的不只是巩固内部统治 同时啊 也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标榜自己在英格兰的正统性合法性 为参加争霸提供舆论武器 而在当时 显然只有体系完备的基督教 符合这样的要求 这时呢 罗马教会也在动这个念头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叫格列高利 据说啊 有一天 他在罗马城中的奴隶市场上 见到几位长相俊秀的小男孩 这些小男孩 正在被当作奴隶出售 经过询问 他得知 这些小男孩来自不列颠 他们是异教徒 当时格列高利心生感叹 他们有天使的脸庞 在天堂里 这样的人 应该是天使的子孙吧 于是 格列高利蒙生了向不列颠传教的念头 很多年后 虔诚的格列高利被选认为教皇 他想起了当年的宏愿 于是派出使徒去不列颠传教 并且鼓励法兰西等地的教会 也派出传教士 把福音带到北方的不列颠 当然 实际的传教过程会有很多波折 比如一些王国固守传统宗教 还有由于基督教教派众多 不同教派之间还会有论战 甚至会大动干戈 但在罗马教会的秩序下 还有传教士的努力下 以及英格兰各个王国对利益的追逐下 最终英格兰也成为世界基督教大家庭的一个部分 在七世纪的时候 英格兰土地上已经出现了精细划分的多个主教区 基督教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英格兰 英格兰人的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都有教会的参与 英国各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修道院 进入修道院 不仅有国王和贵族 还有普通的农民 就这样 修道院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 英格兰的学术和艺术繁荣 都是在修道院里生根发芽的 文化的趋同自然就会促进英格兰人彼此的认同感 基督教的第二个作用就出现了 促进了政治的统一 前面提到了 基督教能够传入英格兰 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有见识的国王认识到了体系完备的基督教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舆论武器 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提供合理性 也就是说 我是上帝的子民 我在为上帝而战 最初 麦西亚的崛起就是因为国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后来 后来韦塞克斯统一英格兰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选择了基督教 韦塞克斯统一英格兰事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国王是阿尔弗雷德大帝 他声称自己从小就被上帝拣选 所以年仅四岁的时候就被派去罗马进建主教 他在执政后呢将大量的教会经典作品翻译成英文 比如叫母光怀圣永吉等等 而且出资编转了安格鲁萨克逊编年史 对于修史这件事 我们中国人肯定很有感觉 为前朝修史就是一种标榜正统的行为 而当时有文化能够参与编修的人呢都是教会人员 所以基督教始终都参与了英格兰统一的过程 你是否还记得维京人这个英格兰最主要的敌人 维京人呢曾经占据了英格兰东部的大片土地 要想完成英格兰的统一 必然要把这部分土地拿回来 英格兰人虽然无法在武力上战胜他们 但是基督教却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 他们通过外交联姻等手段 使维京人也逐渐皈依了基督教 所以严格来说 并不是英格兰人赶跑了维京人 而是逐渐把这些已经定居的外来者吸纳进来 他们在共同的土地 有共同的信仰 就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群体 你看 基督教的粘合剧作用就提醒出来了 不列颠人 安格鲁萨克逊人和维京人 共同生活在不列颠岛 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 基督教的传入呢 就为这些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的人 确立了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 在这个基础上 各个民族日渐融合为具有共同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和语言表达的整体 另一方面呢 英格兰在版图统一之前 其实在观念上早已经完成了 并且还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你想 教皇格列高丽早已把英格兰当作一个整体 传教士到达英格兰之后呢 就被授予不列颠主教之旨 他们通过传教建立教会等活动 将这种统一的观念散布到了整个英格兰 单一王国的观念呢 由此孕育而成 版图统一 那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作为年和祭 在整合英格兰版图方面的作用 如果我们放大到更大的维度来看 基督教还有第三个作用 那就是把英格兰拉入到了欧洲主体的文明版图 并为英格兰的近代崛起 提供了精神动力 我们现在提到英国 我们肯定会把它和德国 法国 意大利放在一起讲 你肯定不会把英国和挪威 瑞典 冰岛丹麦放在一起 但是 英国作为经常被维京人光顾的海外孤岛 原本它是属于北欧文化圈的 那为什么英国会成为西欧国家的一员呢 这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作用 我们知道基督教仪式离不开圣餐 也就是葡萄酒加面包 它们分别代表着耶稣的血液和肉体 另外呢 基督教仪式还会用到橄榄油等物品 但是这些东西不列颠倒是不生产的 所以 加入基督教的英格兰 为了维持正常的礼拜活动 就得跟欧洲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这里的欧洲大陆主要是指什么地方呢 主要就是法国意大利等地 也就是西欧文化圈 而北欧在地理上距离罗马比较远 长期都是画外之地 到十世纪基督教才逐渐的传入 而这个时候 英格兰全境已经普及基督教三百多年了 后来 法国的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英格兰自然更加紧密的 与法国与西欧联系在一起 到了中世纪 英国人不远万里地参加了基督教世界 对伊斯兰世界的圣战 也就是十字军东征 到近代 随着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 英国人也有样学样地 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 加入到了海上探险的队伍 基督教成为未来大英帝国建立的一颗种子 通过这本书 我们了解到了英格兰古代历史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不同文明的反复叠加 英国历史至少包含 不列颠人 罗马人 安格鲁人 萨克逊人 维京人和诺曼人等 四到五次文明的叠加 他们共同塑造了英国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而英格兰古代历史的第二个特点 是基督教在英格兰历史进步当中的年和剧作用 基督教促进了英格兰的文化统一 为之后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 英格兰也因此成为西欧俱乐部当中的一员 更深地参与到了欧洲主体历史 以及未来世界历史的书写当中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